他是最不着调的老师 却教出一批最优秀的学生 学生们被逗得哈哈大笑 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另类的老师 这个男人叫刘山 大学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 可做了没几年的孩子王 就因为教学不符合校方要求而被辞退 刚好这时 移民美国的父母催促他赶快过去 为了办签证 刘山便把档案调回了街道 而他的女朋友 也是为了能拖他父母的关系一起出国 才和他在一起的 可偏偏刘山的内心还在犹豫 导致移民的事一拖再拖 急不可耐的女友对他失望至极 最终按耐不住提出分手 这天刘山的好友突然造访 他想跳槽到合资企业上班 但必须有人接替他做学校的老师 于是便想请刘山来帮忙 虽然觉得当老师不适合自己 但终于有一个理由能让自己留在这里 刘山就这样答应了下来 来到学校上课 刘山坚持不走寻常路 第一节课就跟学生说自己要坐着讲 课堂的氛围瞬间变得十分轻松 有个男同学真的给刘山搬了张凳子 刘山也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和学生聊了没几句后 刘山又开始撩起闷儿来了 真真是来旁听的实习老师 刘山与学生做朋友的教育方法 成功地吸引了她 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为了尽快了解班上的每一位同学 刘山下班后邀请真真到家里聊天 可两人前脚刚进门 门铃就叮铃叮铃地响个不停 门一打开 班里的同学们都来了 大家都很喜欢刘山 班级里的任何事情都要和她讨论 由于下午开班会时没有找到她 所以他们决定放学后一起到她家里 一起讨论班干部和班费的事情 学生们的到来让刘山十分高兴 她不仅不嫌弃他们吵闹 还热情地招待大家一起吃火锅 在饭桌上 大家还谈起了课代表的选择 有同学说就按老规矩 选择成绩好的当 但是刘山再一次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说不考虑成绩 只有愿意为大家服务的 才是最佳人选 最后选择了成绩垫底的小胖 当课代表 饭后 刘山第一次给大家布置了作业 让大家以我和我的父亲为题 写一篇作文 周一的课上 她让同学们分享一段 自己和父亲之间难忘的事情 课堂上同学们积极发言 刘山选了周灵第一个来分享 在我的印象里 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输过小便 他笨手笨脚的 可是输的却极其认真 后来我到了学校 同学们都笑话我 说我的头发像个疯子 我却不在乎 因为是父亲亲手给我输的头 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便 分享的同学都获得了其他同学的鼓励和认可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在刘山的影响下 班级里的学生越来越积极向上 课堂内外也别具一格 这天她和珍珍发现 有个叫小凯的学生没来上课 于是二人决定一起去家访 去了以后 刘山才发现 小凯家十分困难 她爸爸在她三岁时就去世了 敏感的她不愿意将这件事告诉他人 就连这次作业也没有完成 刘山得知原因后 像朋友一样 静静地听着小凯的故事 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周末 同学们拿着自己攒的钱去动物园玩 但是售票员却嫌弃他们拿着一堆零钱 不肯把票卖给他们 并且态度十分恶劣地让他们快走 同学们不满售票员的态度 两方之间就起了争执 更过分的是 售票员竟然冲出来与学生大打出手 他一把将范世伟按在地上狂揍 售票员很快发现自己占不到便宜 刘易健壮为了救自己的同学 在路旁捡起一块板砖 对着售票员的头就砸了下去 很快学校知道了这件事 刘山被教导主任大骂了一通后 还被要求去对方单位赔礼道歉 刘山拎着营养品去看望售票员 可对方尽是个无赖 非要讹了他六百块钱 才肯不追究两个学生的责任 随后刘山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拘留所 见到被扣押的刘易时 刘山不仅没有责怪他 反而是关心地问他 饿了吗 这一句话的温度绝对胜过长篇大论的说教 给孩子心灵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记 刘山把刘易送回家 可还没等进门 刘易的父亲就恼火地让孩子滚出去 再一把将洗脚水 连妈妈和老师在内全泼过去 三个人一起被他的洗脚水淋了个湿透 面对刘易暴躁的父亲 刘山耐心地劝导 孩子闯祸 老师和家长都有责任 忙了一天的刘山 回到家时已经天黑 却在门口碰见了逃跑的范侍卫 原来他怕自己留下案底 影响以后的高考 刘山一听好奇地问道 你父母不是外交官吗 没准说出来人家还能对你客气点 老师 不是 我父母是使馆的大师 不能够吧 那都是我自己 编的 没想到这个一直充满优越感的大男孩 竟然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这样的绅士 他的父亲只是大使馆里的一名厨师 他在学校被人看不起 才说成了外交官 刘山见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 也不再忍心多加批评 只是嘱咐他早点回家休息 明天准时来上学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几个同学火急火燎地冲进办公室 原来刚才周琳在操场上运动了 刘山一听急忙把周琳送进了医院 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孩子 刘山很是心疼 但没想到周琳的母亲许久才赶到医院 并且来了就提出要带周琳回家 我不回去 我再也不回那个家了 我真想死 死了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您别低赌啊 让他在这儿多谈会 你是想死是吧 是不是 好 你想死 行啊 你去死啊你 你怎么不去死啊你 刘山上前劝说 反而被周琳妈妈一通骂 为了不让老师为难 周琳选择了和妈妈回家 看到学生的生活过得如此糟心 刘山的心情十分沉痛 晚上他和珍珍一起到酒吧放松 却没想到 刚好在这里碰上了自己的前女友 此时的他已经傍上了一个外国老头 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但这些对前女友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能出去 无论哪国的他都能接受 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虚荣感到羞愧 聊了没几句 前女友就拉着老头 急匆匆地离开了酒吧 几天后 周琳突然来到了刘山家中 这次周琳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她怀孕了 原来周琳的母亲想撮合自己的女儿 和香港富商的儿子订婚 但是富商的儿子是个花花公子 玩弄周琳让她怀孕后 便消失不见了 刘山不想周琳的人生因此被毁 于是就带她去医院做了人流 还给她买了些补身体的营养品 刘山本是做了一件好事 却没想到竟引起了误会 不久之后 周琳的亲生父亲居然直接找上了门 不由分说地对着刘山就是一顿暴打 原来她看到了医院手术单上 刘山的签字 误以为是刘山让她的女儿怀孕 痛骂刘山是流氓 你去问问你女儿 这个人是谁她母亲最清楚 班上接二连三的出事 已经引起了许多家长的不满 再加上这次期中考试 刘山的班级是全校倒数第二 气得校长直接来找她谈话 更让刘山糟心的是 家长纷纷来指责刘山的教育方式不当 迫于压力的她不得不面临离职 刘山走出校长办公室 发现同学们因为担心她都守在门口 时辰们在一起总结了 这次期中考试失败的原因 这时一向不爱说话的小凯站了出来 同学们都纷纷给她鼓起了掌 刘山为同学们的懂事感到很欣慰 可是刘山的教育理念 在90年代是不被理解的 硬实教育下一切都为分数论 学校对刘山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家长们对这位老师充满不满 家长会当天刘山还未开口 她就收到了家长们劈头盖脸的指责 称她枉为人师 批评她教育方式不对 否定她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 甚至还被扣上了流氓的帽子 一人难敌众口 最终这场以平等交流为目的的家长会 以刘山不得已离职收场 在她离开前的最后一节课 她把自己的最后一份工资 留给孩子们当了班费 陪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课 那节课 孩子们开心地在操场上自由活动 每一个孩子脸上都是青春的模样 刘山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虽然短暂 却给他们留下了受益终身的东西 如果换到今天 过去的故事不会成立 也不会有那时的伤情 如今不是一个适合谈论离别的时代 也没人愿意在这个时代上一档了 在如今的社会 要有怎样的气质 才能够教书育人呢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好了 我是清秀 用心解读每一部好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by bwd6